大家好,您先来收看的是来自思想新区报俱乐部的内容 今年,中国的量化对冲基金相对回报率创下了记录性的下滑 因为近年来帮助他们击败市场的小盘股崩盘了 监管机构还打击了一些量化交易策略 与此同时,国家支持的基金将支持重点放在了大型股票上 许多公司在动荡和加强监管后重新评估了他们的策略 只有41家量化基金中的8家在危机应对中避免了人为干预 像烟富投资和上海明洪投资管理这样没有干预的公司在整个动荡期间表现出色 此外,量化基金将变得更加谨慎 以寻求超过市场的回报 这可能会推动人工智能的更广泛应用 弗爱100说,欧盟尽管受到批评 但批准了世界上最全面的AI规则 公司担心法律过于严格 监管者则说还不够 立法将对生成是AI实施首次限制 Bill下花线Chen说 外部性监管对颠覆性科技创新至关重要 因为AI的快速发展完全超过普通人类的预期 过程中出现危及人类整体利益或局部造成部分人严重利益受损的可能性太大了 这和企业向地下排污造成的损害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企业违规排污对企业有大力 却对环境和当地人有大害 政府提供外部性监管的公共服务 是共识 AI虽然对人类有极大的利益预期 但是损害的不确定性更是让很多人担心 负责任的政府应该这样做 欧盟的做法希望能影响美国也这样做 这样由于有准入限制 中国就必须和他们走上同一条轨道 Scott Wong说 有细则吗 Liu Dojeter说 中国试图将城中村居民引导到住房过剩的地区 日经亚洲 中国重新开发其主要城市的所谓城中村病 使用代金券重新安置居民的努力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这是填补其他地区未售出房屋的一种方式 尽管并非所有居民都渴望搬家 城中村 城中村 中文意味城中村 是老旧的住房和商店群 是被城市化淹没的社区的遗迹 目前 广东省广州市立湾区正在进行大规模的重建 那里有很多这样的社区 一个新的地铁站 学校 办公楼和购物中心正在建设中 面积约为36平方公里 房地产巨头万科计划建造多栋高层公寓楼 未来五年 该地区的总投资预计将达到2500亿元人民币 348亿美元 重建工作中一个有趣的话题 是使用住房券来补偿被告知搬迁的居民 居民居住的房产决定了他们收到的贷金券的价值 该贷金券可用于购买新建房屋 首批八张贷金券已于1月发放给居民 使用贷金券对地方政府有几个好处 首先 通过限制可以使用贷金券购买的房屋 居民可以被引导到住房过剩的地区 他还省去了在重新开发区域内为居住在那里的居民建造住房的麻烦 此外 使用贷金券而不是现金补偿居民可以降低前期成本 自2015年左右以来 这种类型的贷金券一直在中国低线城市使用 但利湾是第一个在北京、上海、广州或深圳等一线城市使用利湾的例子 自2023年7月以来 中国政府一直在推动城中村的重建 以提振陷入困境的房地产市场 未来可能会将贷金券的使用扩展到其他主要城市 一些利湾居民对该计划表示谨慎 现金补偿还是比较好的 一位居民说 我无意接受这个提议 另一个人说 我今年必须搬出去 但我还没有决定要做什么 住房券通常附带其他福利 例如补贴 几年前补贴更为慷慨 现在 面临预算危机的地方政府已经收紧了钱包 当局正在转向贷金券 这表明他们缺乏支撑房地产市场的工具 住房券的好处可能比以前更有限 民生证券的一位分析师表示 是也 说 黄仁勋告诉史丹佛大学的学生 面对痛苦和苦难的任性 也是生活成功的关键因素 而安逸生活的缺点是无法克服问题 黄说 期望值非常高的人的适应能力非常低 不幸的是适应能力对成功至关重要 他补充说 在肯塔基州高中时受到欺负和在丹尼工作的经历帮助了他 在丹尼家 他先成为最好的洗碗工 然后才成为最好的服务员 这是他始终尽力做到最好的结果 例如说 说话很实在 暂尤其在功成名就之后 明哲 说 不错 同行 我也是洗碗工和老田一样 杭州星期四 3月14日 全面取消二手房限购 意味着全中国购房者都可在杭州购买二手房 且不限套数 接下来是疯狂的冲刺 要按时完成 日本于2022年4月开始施工 大约在凤凰城开始施工10个月后 在高峰期 大约6500名工人来到日本南部小镇Kikuyo的现场 日以继夜的工作 包括工厂在内的地区州长 Iku Kabashima说 感觉几乎日本各地的每支建筑起重机都蜂拥而至 他回忆起 一位建筑老板告诉他 一个如此范围的专案通常需要十年才能完成 来自台湾的数百名工程师和其他熟练工人 正在帮助工厂做好准备 参与该专案的人士表示 许多在日本漫画被称为漫画 和电视中长大的台湾员工 很高兴在日本小镇工作 该小镇靠近机场 飞往台北两小时 华尔街日报 海牙说 制造业回流美国不太可能 还是要靠日韩这种东亚卷王 明哲说 也许还是会回流美国 但是一定是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呗 纳兰说 美的性能非常好 储氢密度非常高 可以实现长循环寿命 具体来看 美储氢密度是气态氢的1000倍 液态氢的1.5倍 由于美极美金属是常温常压 所以安全性远高于气态和液态储氢 此外 美储氢还可纯化氢气 据悉 美固态储氢材料 在储氢过程当中 可以转化为99.999%的滤氢 美本身也是绿色制氢材料 如果把美和水相结合 一克美相当于二升氢气 它的储氢率可以达到15.2% 其次 用美合金来储存氢的技术 可以应用到交通领域 如汽车 摩托车等 普通汽车的油箱储油量 相当于5公斤至6公斤的氢产生的能量 需要80公斤至90公斤的美合金容器 这与普通油箱的重量差不多 但体积较小 用氢作为动力 并不是通过燃烧氢来获得 而是把氢直接转化为电能 进而为汽车提供动力 汽油燃料的效率 在20%至30% 而氢通过能源电池 直接转换为电能 效率可达70%至80% Liu Dodater说 美前财长姆努钦正组建一个投资集团 准备收购TikTok 姆努钦周四在CNBC的财经论坛节目中说 我认为该立法应该通过 我认为它 TikTok应该被出售 姆努钦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生意 我将组建一个集团收购TikTok 尽管美国总统拜登 Joe Biden表示 如果该法案经国会通过 他将签署其为法律 但目前该法案正被提交参议院 其前景尚不明朗 姆努钦在采访中说 这TikTok应该由美国企业拥有 中国不可能让美国公司 在中国拥有这样的东西 国会两党议员都强调了TikTok在美国的影响力 据TikTok自己估计 有1.7亿美国人使用该应用 被只为中国政府提供了随时进入美国 并对美国政治施加影响的途径 包括彼得 蒂尔 Peter Thiel 维诺德 科斯拉 Venold Kosovo 和基斯 拉伯伊斯 Heath Rebo 在内的主要科技投资者 都曾公开或私下指责过 这个社交媒体平台的有害影响 Sanation说 YouTube直播小编善我的留言了吗 本来央视记者级别就很高 估计比阵长都大 海牙 说 局级 师爷 说 不会删言论的 除非违反规则 Lio Dulliter说 在旧金山 一栋20层高的办公楼 在十年前 以1.46亿美元的价格出售 去年12月 仅以8000万美元的价格挂牌 在芝加哥 2004年 以近9000万美元的价格 出售的 位于该市克莱伯恩走廊的 一栋20万平方英尺的办公楼 上个月以2000万美元的价格被购买 降价78% 在华盛顿 一栋12层高的建筑 将办公和零售空间混合在一起 距离白宫三个街区 2018年 以1亿美元的价格售出 最近仅售出3600万美元 随着混合和远程工作的大流行趋势持续存在 这种大幅折扣已成为美国各地办公空间的常态 掏空了曾经熙熙攘攘的城市中心 但损失打击的不仅仅是商业房地产投资者 城市也开始首当其冲 因为依赖与有价值的商业地产相关的税收的市政预算 现在正面临短缺 并考虑削减开支 因为较低的财产价值评估减少了税单 市也说 在过去几个月 在思想先驱报 华论与点点今天是节目中不断发出警报 电力会出现紧张 美国也严重 某些网友提出质疑 不知道他们的判断依据从何而来 最近一些天 从华盛顿邮报 华尔街日报等媒体的报道中 可以看到美国电力的紧张情况 刚刚出来的纽约时报报道 新一轮的用电激增 正在威胁美国的气候目标 数据中心和工厂的繁荣 正在使电网紧张病支撑化石燃料 纽约时报作者 Brad Plumer和那家 波波维奇 3月14 2024 美国正在发生一些不寻常的事情 20年来 基本持平的电力需求已经开始激增 在过去的一年里 电力公司对2028年 需要多少额外电力的预测 几乎翻了一番 因为他们面临着数据中心数量的意外爆炸 新的联邦法律推动的制造业突然复苏 以及数百万辆电动汽车的插入 许多电力公司已经在努力保持照明 尤其是在极端天气下 并表示电网的压力只会增加 根据咨询公司Great Strategies的分析 预计未来五年 全国夏季的峰值需求将增长38000兆瓦 这就像在电网中增加了另一个加州 我们看到的数位非常疯狂 非营利组织电力研究所 Electric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 综合电网和能源系统副总裁 丹尼尔·布鲁克斯 Daniel Brooks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不仅由电动汽车推动 而且由电池和太阳能工厂 以及清洁能源转型的其他方面推动的 对更多电力的需求不断膨胀 也可能危及该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计划 为了满足激增的需求 乔治亚州 北卡罗来纳州 南卡罗来纳州 田纳西州和弗吉尼亚州等州的公用事业公司 提议在未来15年内建造数十座燃烧天然气的发电厂 在堪萨斯州 一家公用事业公司推迟了一家燃煤电厂的退役 以说明为一家大型电动汽车电池工厂供电 燃烧更多的天然气和煤炭 与拜登总统的承诺背道而驰 即到2035年将美国全球变暖的温室气体减半 并从风能 太阳能和核能等无污染来源产生美国所有电力 我不记得上一次我对这个国家的能源轨迹如此震惊是什么时候了 泰勒H诺里斯 泰勒H诺里斯说 他是一名前太阳能开发商和电力系统专家 现在正在杜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他说 如果一波新的燃气电厂获得州监管机构的批准 拜登政府的2035年脱炭目标就结束了 一些公用事业公司表示 他们需要额外的化石燃料产能 因为风能或太阳能等更清洁的替代品增长速度不够快 并且可能因延迟许可和供应链混乱而陷入困境 虽然一个数据中心可以在短短一年内建成 但将可再生能源专案连接到电网可能需要5年或更长时间 而建造一些所需的长距离电力线可能需要10年时间 公用事业公司还指出 数据中心和工厂需要每天24小时供电 这是风能和太阳能无法单独完成的 明哲 说 质疑指的是美国的电力紧张还是中国 如果质疑中国电力紧张程度的话 可能是中国房地产基建放缓 造成的相关制造需求放缓 导致能源需求并不紧张 或者说 老何怎么评价中国是否面临能源紧张的情况 事业 说能源紧张是很多方面的 不只是数据要求 也有产业能力 家用设备变化多种因素 中国是在准备新制生产力的巨变需求 美国是在为全球数据变化做准备 只有这两个大国具有巨能 别的国家差太远太远 能源会更加多元化 明哲说 好像中国的煤炭价格比较平稳 短期中国的能源可能并不紧张 但是长远看能源紧张是必然的 事业说 今天中东一位朋友也问了我类似问题 沙特油价并莫涨 明哲说 布局能源股正当时喜极而泣 甜点说 能源股已经是一大波过去了 只好等下一波的好机会 明哲说 之前一大波是什么逻辑 美国缺电 甜点说 就是能源紧张 煤炭电力走了一波了 这是周期都很长 耐心等待电力吧 事业说 我们现在对全球局势 具有更轻易的掌握能力 我刚刚只用十几分钟 就了解了美国各州的能源新动作 以前怎么可能 明哲 说 问小六姐吗 事业说 他掌握一些情况 需要请他检索最新信息 明哲说 我是正好今天访问了一家煤炭企业 正好了解了一下 事业说 如何 明哲说 价格稳定 价格有些小幅走弱 需求比较稳定 灾民说 煤炭股正处于涨势 说明市场预见到了能源紧张 弗爱100说 必须得有能源技术进步 不然碳排放会越来越大 碳平衡无法实现 如果建核电站 能来得及吗 建设起来 是不是比传统能源要慢很多 叶青说 美国不太清楚 核电站一直拖延 看不出发力时的产能 中国目前有同时建设 十座左右的能力 不过目前四代核电站 还在验证阶段 而三代核电站虽然成熟 但明显不如四代的安全性 所以挺挣扎的 要想立即发力 就只能先搞三代 可是四代的曙光就在眼前 Liu Duterte说 石油的中局 可能会带来极大的破坏性 经济学人 据《经济学人》杂志报道 减少对石油的需求 并增加替代能源的转变 将对地缘政治产生深远影响 随着各国政府 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 石油需求将减少 使得沙特阿拉伯 及其波斯湾地区的欧帕克邻国 在市场份额上占据更大优势 然而 这可能会使其他石油生产国落后 潜在地导致 炸物危机 破产和失去十年的发展机会 应对机制 如战略石油储备 可以帮助减少石油消费者的波动性 同时各国必须实现经济多元化 减少对石油的依赖 弗埃100说 美国总统乔拜登和唐纳德 特朗普达成一致 美国钢铁公司以140亿美元向日本巨头新日铁钢铁出售的交易不应继续进行 石油说 都怕丢票呀 六兜着着说 阿根廷参议院阻止米莱放松经济管制的法令 阿根廷参议院拒绝了总统哈维尔 米莱 哈维尔玛利亚 颁布的一项全面紧急法令 以放松对经济的管制 这对这位自由主义领导人 以及他为这个饱受危机困扰的国家进行持久改革的努力 造成了重大打击 参议院以42票对25票否决了该法令 4票弃权 米莱的计划于去年12月发布 修改或取消了300多项影响住房租赁市场 食品零售商 航空旅行 土地拥有权等的法规 他将一直存在 直到下议院也投票否决他 米莱是去年11月当选的政治局外人 他正在努力克服敌对的国会 以制定他的激进变革议程 他的La Libertad Avanzer联盟控制着不到10%的参议院席位 周四 中间派反对派立法者大多投票支援左倾的 避龙主义反对派运动 该运动拥有45%的参议院席位 咱们说 中国今年经济成长应该会超过去年 明年超过今年 天思燕说 何出此言 咱们说 底层动力现新生 外部环境续回稳 田典说 普通白电出口貌似不错 咱们说 主要流向哪里 甜点说 只是听业务说 客户所有反应 咱们说 国内航空运输的数据显示 商务流和休闲流 今年均已超过2019年同期 很高兴在今天的节目中 与大家分享了这些有趣的新闻和故事 我们谈到了中国基金的恢复 欧盟对AI的规范 中国城中村的改造 美国电力紧张 美国政府对TikTok的关注 能源市场的变化等等 这些都是当今世界各个领域中 令人注目的话题 从这些新闻中 我们可以看到 世界各地的经济和社会环境 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无论是基金行业的调整 还是AI规范的制定 都显示出了各国政府和企业 对新兴技术和市场的重视和关注 同时 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挑战和困难 城中村的改造 能源市场的紧张 和石油行业的变革 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些问题可能涉及到经济 环境和社会等多个方面 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和智慧来解决 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机会和前景 中国基金的恢复 AI技术的发展 和能源市场的变化 都为我们带来了新的机遇 如果我们能够善于抓住这些机遇 并适应变化 我们就能够在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中 取得成功 最后 我想邀请大家一起参与讨论和提问 你对这些话题 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有什么问题想要提出吗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和交流 共同探讨这个多彩世界的奥秘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聊天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 Build 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